大家好,我是无辜一,好久不见了 对粉丝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啊 停跟停播了这么久,整个增月都快过去了 最近呢收到很多时信问我接下来的计划和打算是什么 我要暂停我的旅行了 拨连的时候把车子收拾了一下 你看还是挺漂亮的啊 东西都已经搬回家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今年散半年的计划 我计划暂停我的旅行 也许你们听了会觉得有点意外,有点可惜 因为我是一个旅行博主 过去的一年半做的也还不错 突然这么暂停了,有点可惜 但是这个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 是我的老粉丝都知道我平时喜欢念瑜伽 我以为我可以在自驾途中很好地平衡自驾和瑜伽这两件事情 但是发现对我来说太困难了 因为我是需要在旅行途中赠取经费的 就是避免不了去一些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 像西战,新疆,根河 这些气候环境就是室外都非常恶劣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练瑜伽 所以我这一年半的时间这瑜伽都在原地踏步 说实话我就是对我自己很不满意 所以呢 接下来半年的时间我会专注于自己瑜伽水平的提升 还有理论知识的学习 争取达到一个瑜伽教练的水平 毕竟自驾旅行的生活我已经体验了一年半了 过去一年半我已经过得非常丰富多彩 想去的地方我已经都去过了 所以接下来半年的时间就是我想提升瑜伽了 为了更好的练习 我还专门租了一个房子 其实我当初选择做自驾旅行博主的原因 就是太多地方我想去了 但是能力有限 时间和金钱上 在工作的话都不允许 所以我就想着 那尝试做下自媒体 在旅行中争取经费 我很幸运过去一年半过得非常精彩 也大致做到了收支平衡 我觉得体验的差不多了 想暂停一下提升瑜伽 就是这么简单 我特地租了这个房子 就是说方便我平时直直播拍拍视频 如果有喜欢瑜伽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可以继续关注我 希望不会烂你们失望 好啦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